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完善这个案例的制作 那么我们下面呢 找到这个小水珠的素材 找到之后 使用套索工具 找到一些这个颗粒 找到它 反处加C复制 反处加V粘贴 粘贴好之后呢 调整一下图层的一个顺序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可以先对它进行 转化为智能对象 这样它就可以在这个大小范围内 自由的进行缩放了 是吧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将画面放大一点 我们可以给它摆放在这个位置 放到这边来 那你这边只加入一个小水珠 看的效果并不是说很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找到这张素材 因为这个素材里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小水珠 我们也将它呢一起拖露过来 那么拖过来之后 右键转化为智能对象 反处叫T 把它进行一个缩小 再放大一点 宽度呢和我们这个瓶子的宽度呢 大致相同啊就可以了 好 填上这样的程度 调好之后 它的高度不够啊 我们就继续复制 然后再次继续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图层进行合并 选中这三个图层 然后按Ctrl-加E 快一键啊 Ctrl-加E 按好以后呢 像下边这个位置啊 这个地方是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我们可以用旅行选区 方选住这个位置 给它进行删除 好了 那么删掉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层的混合模式 因为这个未免太明显了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 是非常的明显啊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层的混合模式呢 改为叠加模式 这样它就会和我们的瓶子 会发生一个混合 那么亮的地方就比较亮 暗的地方就比较暗 这样看起来呢 会显得更加的协调一些啊 变加叠加的这么一个原因 那么加上叠加之后呢 我们再看下这个瓶子本身 它的亮度有点偏暗 所以说我现在找到这个图层 找到这个图层之后 给它去添加曲线 点击进去啊 添加曲线之后呢 我们将它的亮度啊 提高 暗部呢 降低 也就是再增强一下 它这个对比度 哇 中间红色这个区域啊 继续的去进行提高 暗部的话呢 再稍微微调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 而我们水下的这个阴影啊 水下这个影子 这个影子的话呢 同理啊 也可以对它进行相同的操作 我们可以呢 找到这个调整图层 按住out键 拖拽下来 拽下来之后呢 再给它创建简听模板 按住out键啊 点击两个图层中间的位置 这样它就会把我们 刚刚调的这个属性 同时会复制给 我们这边的影子啊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对产品进行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修图 把这个修好之后呢 我会选择在产品的这个 后面这个图层啊 先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 使用我们的画笔工具 稍微放大一点点啊 眼景色呢 是纯白色啊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啊 把不透明度先稍微高一点啊 高一点 在这里呢 给它进行点击 为什么要点它呢 因为点击之后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 去突出我们这个产品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去点一下 这个白色的小点点啊 我们再适当的啊 降低一点 就让后面稍微亮一点点啊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变亮之后呢 我们在最上面的这个层啊 最上面这个层里面呢 你还可以给它去添加一些 像色彩平衡 我们可以呢 去调一调这个颜色 比如说我让蓝色的部分啊 更蓝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水会变得更蓝 再偏一点 这个青色 偏一点点啊 还可以呢 再来个曲线 然后把整体的对比度 再去进行一次增强 现在调的是整体 当然在调整过程中 注意呢 不要曝光啊 那调好之后呢 会发现我们的产品啊 太暗了 因为呢 这个产品我们之前是有加过一次的这个 加过一次曲线了 那因此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用画笔呢 把它中间这个部分给它擦掉 比如说使用画笔工具 我们给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给它擦掉啊 擦掉它 这样就会好很多啊 色彩平衡的话呢 也适当的降低一下透明度 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那把这些做好之后呢 最后我们进行一次三件加一啊 三件加一就是盖印所有图层 就把我们下面所有的图层呢 合并为一个新的图层 这是三件加一 而我们的Ctrl加一是什么意思 Ctrl加一就是说 你选中三个层 Ctrl加一 会变成一个 而三件加一呢 就是把我们下方所有图层 合并为一个新的图层 这个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区别 三件加一以后 我们再给把整个画面的细节呢 变得更加清晰一点 点击滤镜 锐化 再次点击这个锐化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边这个小水珠这里 会变得更加有质感一点啊 那么像表面上的这种小水珠呢 你可以继续 找到我们这边的素材 然后使用套索工具 再去选择一些这个水珠 Ctrl加C Ctrl加V 担链过来之后呢 再将它的图层啊 改成智能对象 再Ctrl加T啊 稍微的缩小一点 给放到这个瓶身上啊 对吧 给它加一些这种小效果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关于我们第一个 扭曲案例的这个制作 接下来呢 我们来汇总一下 在这个案例制作过程中 我们采用了哪些命令啊 首先的话呢 就是水波效果的制作啊 在制作水波时 我们是要先新建一个 800乘以800的一个画布 正方形就可以 你1000乘1000呢 也是没问题的啊 连冲黑色啊 连冲好之后 再打开滤镜 渲染镜头光晕 为我们的画面上 去生成一道光 那么有了光之后 我们再通过滤镜 滤镜库 素描中的葛黄渐变 把那个彩色的光啊 变成一些只有黑白灰的 这么一种情况 那第四步的话呢 我们再打开滤镜 扭曲 水波 然后再适当的调整一下参数 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个 这种效果 而涂抹工具的话呢 我们是做水下倒影的时候啊 用到了它 就是对我们的图像 进行涂抹就可以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时一定要 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手啊 这样才行